不知不觉,春晚已经进行到第四次联牌了 明星们也都陆续到达,央视演播大楼,进行排练,相关路透不断 有不少是已经参加过多次联牌的熟悉面孔 但随后有网友发现,胡歌,唐嫣,星直磊 三人先后现身央视老楼,繁花,剧组齐聚春晚 瞬间充满了惊喜 要知道之前几次联牌都没有现身 这次算是首次加盟联牌 当天胡歌身穿,长款黑色大衣现身彩牌 戴着口罩还做好了发型 从背后看身姿挺拔,修长有形,让人梦回保总 胡歌下车之后,门口已经很堵了 胡歌跟着工作人员走到安检处 听到后面有媒体喊他 立马回头和媒体朋友们招手示意 但由于当时人流实再是很拥挤 胡歌稍微侧身打过招呼之后 就立马走进去了 随后唐嫣也现身央视老楼 和繁花里汪小姐的造型一样 一头羊毛卷 唐嫣的黑白配穿搭 看起来比较低调 但实际上也是一身奢牌 一件大衣将近两万 背的包也是3.5万多人民币 低调但不眼奢华 唐嫣现身之后 媒体也很惊喜 纷纷开始喊唐嫣的名字和他打招呼 唐嫣也很大方地比心和媒体互动 然后才转身走进去彩牌 随后 参加过三次彩牌的新直垒 也再度现身 这下繁花剧组可算是在春晚小聚了一把了 当天新直垒穿着依旧很时尚 绿色上衣搭配工装裤和中筒靴 干练利索 这一身也不便宜 光是外套就1.8万元 在等待进门的时候 新直垒也和媒体们挥手打招呼 很有礼貌 不得不说 繁花播出之后 主角团都收获了不少红利 胡歌作为男主自然不必多说 时隔7年 再度回到春晚的舞台上 也让大家十分激动 尤其这次春晚嘉宾 还有刘诗诗和杨逆 再加上唐嫣 仙剑三 这回终于聚齐 而唐嫣和新直垒 却是第一次参加春晚 虽然之前唐嫣工作室 公开二月行程的时候 提前预告了 唐嫣会在大年三十那天 有晚会直播 但真在春晚彩排现场 见到她的时候 还是比较惊喜的 唐嫣为了拍摄 繁花 几乎三年 没有什么公开亮相的机会 但繁花 播出之后 商业价值大涨 各种活动也都纷纷邀约 如今直接登上春晚的舞台 唐嫣沉寂这三年 也真的是很值得了 新直垒作为实力派演员 在繁花中的表现 更是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 也是多年努力的结果 由此也能看出来 拥有一部好的代表作 对于明星来说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繁花的大火 直接带动了演员的事业发展 当然这和演员自身的努力 也离不开关系 最后就希望明星们 都能够认真提高 自己的业务水平 带给观众更多精彩的表现吧 低奢刘诗诗 此次连排 刘诗诗表现得非常低调 一下车就直接进入央视大院 没有和在外守候的粉丝 媒体热情互动 背影也是酷萨十足 她当日的穿搭风格 依旧是淡雅风 头戴黑色鸭舌帽 上面还搭着一款粉红色眼镜 很显少女星 她所穿的这款米色纪毛泥大衣 既具有挡风保暖功能 又能恰到好处的 显出修长身材 这款大衣来自高奢家族 价位超过四万 再搭上过万的粉色小胯包 整身充满低奢质感 据悉 刘诗诗在一念观山 播出之后 经常在不同场合穿搭该品牌 被指日后可能有商务合作 这也能证明只要有热播剧 85花女星就能文保咖位 在繁花之后 唐嫣算是平一部剧 驳回了三年的时光 资源和曝光度一路看涨 此次她亮相春晚连牌 状态极佳 相比与刘诗诗的淡然 唐嫣则显得极为热情 一下车就主动向大家问好 还摆出一个笔心的姿势 十分俏皮讨喜 在穿搭上 唐嫣延续着 她在繁花中的角色感 外套是一款毛泥西服 内搭高领白色T恤 简单大气 再配上一款三万多的奢牌包包 时尚干练 在价位上 这一身奢牌轻松超过六万 就唐嫣的时尚资源来看 繁花的有效播出 确实为她带来了不少红利 估计日后的商务资源 绝不会逊色于其他几位85花 这次杨幂不像以往彩牌 十分低调地进入央视大楼 甚至没有留下一张正面照 媒体也只能拍到她的侧影和背影 尽管照片高糊 但可以看出杨幂面容清淡 大概没有上妆 或是为了保持造型的神秘感 这次杨幂一身黑色系夹克 保暖但不如以往那般亮眼 这次她与刘诗诗 唐嫣同日亮相彩排 让一众仙剑粉丝大喊 也轻回 相关热搜迅速站上榜单 不过各家粉丝似乎并不买账 都更希望自家独美 女星刘涛当日的穿搭 简单大气 一身点缀着亮片的西服外套 里面搭了一款黑色系衬衫 很符合她洒爽女主的气质和形象 这款西服看似外观简单 也是来自奢牌成衣 价格超过两万 对于内鱼的大咖们而言 这个价位的穿搭已经很保守了 全身大牌关小彤 作为95花女星的代表 关小彤在时尚资源上从不落后 在各种活动 不是先牌就是高奢 貌似很受品牌方重视 这次她现身连牌 一身红黑壮色穿搭组合 再配上齐发帘 很显俏皮少女感 而她的这身 也是一奢到底 身色大衣和同色系包包 都来自高奢品牌 还有同位奢牌的鞋子 三折总价超过六万 看来 关小彤年龄虽小 但在咖位 却不输于几位85花女星 情侣当宋一家白静婷 作为春晚连牌中难得的情侣当 宋一和白静婷虽然没有同框时刻 不过足够引人关注了 两人在穿搭上也是颇有心机 充分掌握了吸睛的秘籍 比如 白静婷就靠着身后的宝葫芦 吸引一种目光 这款葫芦背带来自国牌设计师的作品 目前还处于生产过程中还未上市 不知白静婷搭配过之后 是否能够掀起种草热潮呢 还有宋一在穿搭上 同样是自有一套 一身淡蓝色色系套装 在视觉上干净清爽 又能显肤白 贴合宋一的甜美氛围 这身套装来自奢牌早春成衣 目前尚无定价 他所拎的包包也是同品牌 价位超过一万 谭剑次可以说 个人热度稳中有声 让他从默默无闻瞬间飞升 在资源上更是一日千里 这次亮相连牌 他从头到脚都是奢牌 一款真织帽子都要超过四千元 一双休闲鞋更是将近万元 足见聚集和营销 对于明星的影响力度 男星胡歌空降春晚连排现场 至此 春晚已经极齐了 繁花中的三位主演了 在现场 胡歌依旧是低调路线 一身黑色毛泥大衣 仍旧是宝总的机视感 巧合的是 他与唐燕的外套都是同色系 似乎有种再续剧钟情的氛围感 不知两人能否合作节目呢 除了这些明星以外 还有任素希 樊少皇等 多位明星的首次亮相 这也在不断拉高大家的期待值 希望后续还能看到更多的新面孔呀 明星的旅程